大家好,封點的時間,透透氣 今集就是講近來很Hit很Hit很平日潮的電影《衝夢戰鬥天使Alita》 這部電影我覺得是近這幾年 好比看完當時阿帆達之後 那種感覺,好有那種感覺 我看完一部電影,我亦看完一件事 這種感覺 這部《衝夢》就是 他最厲害的地方 首先第一,他改編至一本漫畫 日本的漫畫 改編完之後 漫畫的原作家對這部電影讚不絕口 某程度上我是不理解為什麼 因為整個故事是改編到天花龍鳳 改編到完全100%不同 連名字都改了 醫生的名字沒有改 我不明白 如果我本身是那個漫畫作家 有條牟利 將我的故事完全改成不同 我有什麼感覺 我還要稱讚他出口 那我就不理解 那這個是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 既然是改編至一本漫畫 以前 其實 編劇訓練班有教過 就是 改編是很難的一件事 因為第一點 你就要去定 一個point 就是為什麼你要去改 為什麼你要去改 為什麼你要把一個以前人家的故事 人家做出來的作品 為什麼你要去改 那麼在《聰夢》 我們找到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 詹事金馬倫就是覺得 《聰夢》原本是有的 但是問題是 不是我的版本 我就是要做一個 我的版本的《聰夢》 我就是要令到《聰夢》 就是我的 這個就是他改編的原因 那你是不得不佩服他的 沒錯 整件事《聰夢》 連人家的故事都改了 完全都不同了 那當然就變了是你的了 那他當然是做到他想做的事 所以他改編了這個故事 那好事沒得頂 第二點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要說商業的 做法和元素 是很厲害的 就是 繼續 詹事金馬倫 仍然是要他的主角 敬眼 是很大的 這一點 這一點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你特地要找一條女 然後把他改編 做主角 然後改了他的樣子 那你用不著去找他做主角嗎 是不是 你不如畫這個人做就可以了 你不用想其他事情 但是又不是 他就是要找一個人 去做這個主角 然後把他的樣子改了 即是我是那條女 我也會覺得很奇怪 那究竟我不是在演這部戲呢 是不是 但是 也不錯的 其實 詹事金馬倫 在一些的interview 他就說 他為什麼要把這個女主角的樣子 變成 因為有一個原因 他喜歡的主角是大眼的 因為他覺得他的眼是靈魂之窗 即是 是代表這個Alita 是很有 靈魂的一個機械人 是與別不同的 某程度上 你問我這些都是糾紋的 實質的原因就是 因為大眼就是等於漫畫化 漫畫化和卡通化 是既可以領到大人的喜好 亦領到小朋友的喜好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 在商業價值來說 大小通吃 所以 阿帆達 又贏這件事 他就是吃過翻尋美 所以 衝夢 又是要做這件事 所以 又回到第一點 就變成一個 占士金馬倫版的衝夢 整件事就是這樣 然後 最後 最後 最後一點 我覺得 這套戲是很出色 與別不同的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 那個故事的鋪排很聰明 可能漫畫本身就是這樣 它就是 不斷 它就是因為一個運動 那個Mode 就是 我們譯了 叫做 摩洞球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就是 有顆球 噴出來 然後整班人 勾衝 在那裡追著那顆球 然後你撞我 我撞你 然後到最後 運回那顆球 進去的洞 這樣就叫贏了 OK 但是整個故事 就是因為 多了這個Mode 所以整件事 就很出色 在悶的時候 有它 接著然後 一些故事的轉接位 又或者如何 令到Alita 成長 又有它 所以 我覺得 在故事的鋪排 和發展 加插了這個元素 是很出色的 所以 整體來說 我覺得 這套衝蒙 100分 我先說 Yahoo! 影評 我見到很厲害 5分 滿分 是平均 4.9分 超厲害 那我自己覺得 100分滿分 這套戲 都真是值 90分 至95分 如果是 各位想 有興趣 真的不妨 是一體